俗话说,儿大必母,女大必父,但她却没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娱乐圈中,就曾有过很多明星在教育孩子上面出问题,比如有这样一个女明星与儿子接吻三小时,12岁断乃15岁分床,这样畸形母爱让儿子成了囚犯。 说起演员迪英,大家可能不熟悉。真的,如果不是她跟儿子之间的奇葩往事,大家怎么还会记得她呢?但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台湾恩县老演员,硬是一步步靠着儿子又大火了一把。 她曾出演过《包青天》,而被观众熟知,而且那一阵敌音风潮吹得还挺猛烈,主要是本人在年轻的时候,长相很出彩。 只是还没在圈子站稳脚跟,这女子就找了一个男人结婚生子去了,从此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就此展开。 据说,夫妻俩经过了三次人工受孕,才生下子孙安佐。虽然当时已经三十七岁高龄,但还是拼了命生下子。 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迪英没有很好地掌握住分寸,宠爱得有点过头了。 迪英曾去参加过一个接吻大赛,然而迪英却并未和自己的老公接吻,而是和自己的儿子。 当时足足吻了三个小时,吻到最后,他的儿子都睡着了。 迪英还不将自己的嘴巴放下来,因为怕输。 迪英称,儿子小的时候,因为和邻居家的孩子大闹,迪英听到儿子的哭声之后,上去就将邻居家的小孩推倒在地。 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是不正常的,但迪英却一意孤醒。 比如十一岁,上小学了,孙安佐还不能一个人出门,一般的孩子最晚到了二周岁都是要断奶的。 而孙安佐硬生生地吃到了十二岁,而且每晚回家,会和迪英一起睡。 睡的时候,迪英会脱到只剩下内衣。 直到孙安佐十五岁,有了生理反应,他们才彻底分开睡。 直到十八岁,孙安佐才可以独自出门。 当年在节目中,他夸赞自己孩子学习很好,而且很聪明。 那骄傲的眼神,简直把自己当作育儿专家。 但他的观点,大家真的不敢苟同。 比方说,为了孩子豪志千万买豪宅,每个月的兴趣班就十几万。 从小就给孙安佐吃高级的食物,有一次他去自己的好朋友家吃饭。 回家后,吐槽朋友家中的稀饭寒酸,迪英直接下令,必须绝交。 当然,这在娱乐圈也不是新鲜事。 四十岁董洁身穿婚纱照,新郎是十岁儿子,接过儿子捧花留下亲吻照,说要保存好以后与儿媳比美。 最美港节礼加薪,也日常晒与儿子共育,亲吻照等。 四十多岁的罗志祥,依然会被妈妈索吻。 其实,这些都是没有界限感造成的。 父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间,彼此是自己最亲的人,在完成培养他们独立的能力后优雅地退场,保持一种正常的家人间应有的交际关系。 虽然说,人生一直交织于这相聚,又别离之间。 而上大学,就是每位父母和孩子人生旅途中的必经之路。 分别的撕裂感会让每一位家长痛彻心扉。 曾有人说这是给父母的一次断奶考验。 迪英也一样,2017年8月26日,送孩子去美国学习时,感受到了这从未有过的心痛。 2018年,18岁的孙安佐被警方起诉,因为他在美国留学时,恐怖威胁,并且非法持有大量违禁品。 同年8月,孙安佐被判以羁押折底刑期,拘近4个月,及一生不得入境美国。 台湾媒体及网友对迪英一家骂声一片,吴宗宪说孙安佐太愚蠢。 迪英没有听进去,还反驳,你凭什么讲我儿子愚蠢? 孙鹏说,他只是个不懂事的小baby,不知道自己闯祸。 在救儿子期间,他们花费了大量金钱与人力,迪英相当豁达,实际费用其实不到3000万台币,钱花了再赚就好。 无奈之下,迪英带着20岁的儿子四处做公益,上节目,继续为儿子费心费力。 近日,迪英和老公孙鹏开直播,起初看起来状态还可以,期间不断喝红酒,后半段疑似喝醉,竟然对着镜头,说出一些激动的话。 先是说谁都不要抢走我儿子,之后,更是直接公开,点名老公的绯闻女友腔道,休想要抢走我老公,尤其是那个姓林的。 一旁孙鹏听到急忙安抚,随后这段视频,被紧急删除。 据悉,孙鹏曾在2015年时被拍多次走进灵性女求友的大楼,传出婚姻危机,不过迪英选择站在老公这边,还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力挺不管外界怎么说。 我相信我老公,就是相信,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家庭。 但他的护官好友却在底下留言,其实他们朋友之间都知道,也有一段时间了,似乎只有迪英被蒙在鼓里,当时闹得很不堪。 迪英古装名艳动人,看起来是玉女,实则是个小辣椒,从入演艺圈就是出了名的火辣性子,嘴上从来不让自己吃亏。 这也与她从小的经历有关。 六十年代,迪英成长在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中,爸爸早逝,妈妈独自抚养四个孩子成长,生活十分艰难。 而孤儿寡母,又免不了被别人欺负,彼时,小小年纪的迪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保护家人成为她最大的愿望。 在姐姐迪梅的介绍下,迪英进入夜清的剧团里唱戏,歌仔戏没落之后,又转型去演戏,成为了电视明星。 在娱乐圈混,迪英靠的是豪爽讲义气,她经常和男生在外面聚会喝酒,每次喝酒迪英先自己干三杯,以示敬意,靠着豪爽的性格,迪英在黑白两道都混得开。 1993年,迪英以我见游帘,楚楚动人的形象,加上她当时的热度被定为包青天之雷霆怒,钟柴郡主一脚,不想一炮而红,随即片约不断,综艺节目屏上,成为火遍台湾的女艺人。 靠着迪英的一腔热忱和侠义之气,和张帝,张逵等都交情匪浅,还和当时警察局长公子迪志杰,知名艺人王采化,三人一劫金兰。 我们可以从,康熙来了,看出,他们对迪英的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怜惜和宽容。 在闹出出轨事件之前,两人就因为生活中的小吵小闹赌气而离过婚,原因是迪英每次给停车小哥打抵三千元小费,认识不认识的人只要给迪英发了请柬,去不去另说五千至六千元打抵就送过去了。 从小农村长大的孙鹏深知赚钱的辛苦,所以越发看不惯如此出手阔绰这样的妻子。 多番争吵后两人于2003年4月14日协议离婚。 其实,两天后,迪英就后悔了,但好强的他不愿意服软。 直到有一天,儿子和老师说同学爸爸好好,我想抢同学爸爸当自己爸爸。 这无疑给了爱子如命的迪英来说致命性的一击。 从那天起,他主动邀请孙鹏和孩子相处。 2005年,迪英以嘉宾名义来到国光帮帮忙,节目现场。 通过问答式互动,解开了两人的心结。 孙鹏觉得他要姐妹不要他,而对他恋恋不舍的迪英也表示因为太爱所以有恨。 兵事前嫌的俩人喝完交杯酒后相拥,接着孙鹏为他戴上了他一直没送出的双新项链。 缘分真是很奇妙的存在,不是你的留不住,是你的谁也抢不走。 为弥补之前的遗憾,2007年6月29日,孙鹏花300万为迪英在关岛举行了一场终生不忘的奢华婚礼。 在前一晚,迪英紧张地不停向对方确定心意,他的直爽和毫不掩饰恰恰恰也是孙鹏对他念念不忘的原因。 第二天,孙鹏和儿子提前进行了彩排,当着牧师面完成婚礼后,46岁的,迪英开心地像个孩子,笑着跳了好几下。 而孙鹏同样激动地用橙汁让自己冷静,在发表结婚感言时,他说有些东西掉了就再也找不回了。 但索性他找回了他此生的幸福,并保证会永远爱老婆和家人。迪英随后回应,会改脾气,就算老公再多缺点他都会包容。 复婚后的迪英也许是太过珍惜这失而复得的爱情,他断然退圈全身心回归家庭。 或许是已经经历过一次离婚,迪英对这个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大多人的想象。 他曾直言,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破坏我的家庭,除了我自己。 这方面迪英几乎有一种变态的执着,无论是多年前坚定地相信丈夫孙鹏没有出轨, 还是儿子孙安佐做出任何奇葩事都被他无限包容,都将不少喜欢他的老观众越推越远。 从一个土台妹混成娱乐圈的大姐大,迪英风光过,也狼狈过。 他用暴力欺压拦截音,对小S,骂吴宗宪宪,偏激言行令,许多人敢怒不敢言。 所以当他家庭出事时,也横哨人声援他。 对儿子过度的溺爱,极端的控制,无形中培养了一个不成熟的孩子。 在人生的棋盘上,他的棋子走得太极端,最后害人害己。 长年道,人生入戏,戏如人生,更何况是在诱惑更多的娱乐圈。 明星们的故事,每一个单拎出来都可以写成剧本。 其中,孙鹏一家子就是这里面的典型例子。 孙鹏于1965年12月19日出生在台湾,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 1983年出演首部电影《小B》的故事,从而正式进入娱乐圈。 孙鹏是演员兼主持人,他主持的国光帮帮忙手势颇高,他的妻子便是迪英。 想必很多人对迪英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90年代的他,凭借了秦纯玉女的形象,全非无数。 在93版的《薄青天》中,饰演财郡主更是成为不少人心中的百月光。 虽然他们的事业曾有辉煌,但在家庭经营上却实在两个难以恭维。 迪英和孙鹏因为拍《我的阿爸我的子》相识,在影片中,孙鹏对迪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狼的关系还从戏内转到了戏外。 迪英曾提到,狼第二次在聚主聚会时,孙鹏就打电话给他,你嫁给我好不好。 要知道,在拍戏时,孙鹏是有女朋友的,还不止一个。 为了追求迪英,他和外面的阴阴厌厌都断了关系。 因为孙鹏前科累累,两人的婚事遭到了迪英亲友的强烈反对,但迪英依旧嫁给了孙鹏。 1998年,迪英举行了规模很小的婚礼,只宴请了少数亲友作为见证。 迪英古装明艳动人,看起来是玉女,实则是个小辣椒。 从进入演艺圈就是出了名的活辣性子,嘴上从来不让自己吃亏。 结婚之后的迪英依旧不改肥女本性,花钱好狠,婆夫骂街,从外面打到了家里,孙鹏终于后悔了。 2003年,孙鹏与迪英正式前子离婚,结束了6年的夫妻生活。 不过,后来根据迪英爆料,离婚第二天他就后悔了,可死要面子或受罪的他, 说什么也不肯向孙鹏低头认错。 不仅如此,他也不允许孙鹏回家看孩子。 直到斯安佐上学,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接送, 他也跟别的小朋友抢爸爸,觉得有爸爸疼的小孩子很幸福。 迪英才向孙鹏服染,让他回家看儿子。 为了儿子的幸福考虑,两个人后来又复婚了。 后来,孙鹏在一次节目中提到,当时会选择再婚时考虑到儿子孙安佐。 他认为在小孩年幼时,父母提离婚,对小孩子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 自己小时候是单亲家庭,过年时必须周吹老顿, 常常要父母两家晚饭,连食吃四顿饭,这样他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因此,他不希望儿子遇到跟自己一样的事情,最终选择与敌因迫近重圆。 复合后,孙鹏成绩了几年,却因为华编新闻频频上媒体头条。 2015年,他被拍到与林萧薇一同打高偶夫球。 不仅如此,孙鹏还被拍到进了林萧薇的归房也不归宿。 事情曝光之后,孙鹏表示林萧薇只是自己求友兼助理的关系, 所谓的相归也是自己的工作室。 而第一,高调深远孙鹏,只是那一句, 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家庭,难言寻味。 好景不长,2015年11月9日, 孙鹏再度被台媒拍到进入某高尔夫球女子住所, 和英明短发女子手牵手。 此女子后来被媒体挖出曾经是做过童心, 后来斩中幕后的袁小姐。 对此,孙鹏解释此女子是普通球友, 狄鹏再度开枪表示相信孙鹏。 面对别人的质疑,狄鹏强调自己不是在放任孙鹏, 而是信任孙鹏。 看到狄鹏态度如此坚决, 很多人都认为她真的是不在乎, 也早已放下孙鹏与林萧薇的绯闻。 2020年9月13日晚间,狄鹏和老公孙鹏开直播, 起初狄鹏看起来状态还可以, 期间不断的喝红酒, 后半段疑似喝醉, 竟然对着镜头说出一些激动的话。 她先是说, 谁都不要抢走我的儿子。 随后更是直接公开点名老公的绯闻女友呛道, 休想要抢走我的老公, 尤其是那个姓林的。 一旁的孙鹏听到急忙安抚, 随后这段视频就被紧急删除。 而孙鹏直到2021年, 才因当年与林萧薇私密共有打高尔夫的绯闻, 向狄鹏郑重道歉。 她在节目中亲自解释了当时的状况, 当时是因为约了多人打球, 却只有林萧薇到场, 才会单独打球, 纯粹只是球友, 并不是外界那样的谣传, 事后她针对误会跟老婆郑重道歉。 可当时狄鹏并不领情, 直到多年后才被原谅。 在节目上, 孙鹏还曾用与老婆合作主持节目, 然后在节目分享男女价值观, 婚姻关系等想法。 不料由于此聊得太开, 谁人说出, 婚姻走一步算一步生离死别, 大家看看一点。 进入婚姻这条路, 是不是不归路, 还是可以掉头的。 此话一出, 瞬间引爆敌音怒火, 你怎么能这样讲, 我们是有形象的。 事后孙鹏不断的道歉安慰, 在屏息争吵。 而两人在孩子的教育上也是非常失败的。 当时两人结婚之后, 孩子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可能由于年龄的问题, 迪英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 夫妻俩经过了三次人工受孕。 直到2000年, 迪英37岁的时候终于生下了儿子孙安佐。 迪英的备孕过程是相当辛苦的, 对于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 迪英自然是万般的宠爱, 孙鹏也没有严父的自觉, 加入迪英的阵营一起宠爱孩子。 传言道自不教负资过,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家并不适用, 因为迪英太过于宠溺儿子了, 完全取代了孙鹏的位置。 因为家里挺有钱的, 他给儿子聘请了专业的营养师, 每天他会花很多时间监督孩子的仪式住行。 孙安佐在妈妈的监控下完全持续了自由, 直到18岁的时候才能够独自出门。 受到母亲的影响, 孙安佐非常的依赖母亲, 而且把母亲的那一套为人处事的生存方式, 完全复制了下来, 也因此埋下了后来的祸根。 不过相较于迪英对儿子的控制欲, 最另用惊恐的是他跟儿子的相处方式。 迪英到儿子12岁的时候才给他断奶。 在孙安佐小时候, 迪英还曾带着他参加马拉松市的捷吻大赛, 参赛者大多都是情侣、爱人, 可是迪英居然带着儿子情吻数小时, 简直令人大跌眼镜。 难打币母这个道理, 迪英不明白, 直到孙安佐15岁那一年, 母子俩依然同睡异床, 有一天,迪英惊讶地发现儿子长了剃毛。 这时候迪英才反思自己应该和孙安佐分场睡觉了。 迪英对这种畸形的育儿方式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甚至还曾经在公开上合大言不惭地说出 要把儿子培养成第二个刘德华。 如果说迪英的狂妄自大告不到边际, 没有丝毫的清醒自我认知, 那么孙蓬跟她的育儿方式也算是半斤八两了。 畸形的瓜田里生出来的都是歪瓜裂造, 孙安佐继承了母亲的全部特点, 也继承了父亲很多疯狂的幻想, 很快就用实际行动, 验证了孙家错误的育儿观。 夫妻恩爱, 儿子让大, 即便相处起来有些惊悚, 但迪英的生活还算是幸福的。 直到2018年, 一件事情让原本幸福的家庭抢而止。 2017年, 17岁的孙安佐作业交换生去了美国, 迪英很舍不得, 得知学习时间不会太久之后, 他才勉强同意。 一年之后, 18岁的孙安佐扬扬要诈评学校。 其实, 迪英知道儿子从小就很喜欢枪、 武器之类的玩具, 便只是当他在随便说说, 但随后事态就进渐发展的不对劲了, 孙安佐的同学们怕出事, 便果断报警了。 于是, 美国警方在孙安佐的住处, 发现了一把9厘米的手枪, 还有1600枚子弹。 随之而来的是10年的老狱之灾, 但他有一对超级宠爱自己的父母。 孙安佐在犯了错之后, 甚至触犯法律后, 仍然躲在了母亲的身后, 让其为自己折风挡雨。 迪英和孙鹏夫妻俩第一时间筹款为其保释, 最终筹到2900万。 而孙安佐只待了不到一年便出狱了, 不过依旧被判取逐出境, 终身不能再返回美国。 后来, 孙安佐好不容易回到了台湾, 却再次被带完警局调查, 并且依照制造手枪未遂罪提起公诉, 可为一波未凭, 一波又起。 迪英还在一次直播中哭诉, 心疼儿子被起诉, 表示孩子只是开了不该开的玩笑, 就在美国被关了200多天, 好不容易救出儿子, 还被起诉, 没想到自己家乡还是这么的不平安。 面对儿子的行为, 迪英不但没有指责教育, 发一昧的纵容, 也并没有在意儿子是非对错的认知。 在他的心中, 儿子就是天, 孙安佐没有做错什么, 在监狱中他狂言道, 狱中有人罩着, 网友不禁感叹, 慈母夺败啊, 迪英毁了孙安佐一生。 可悲的是, 他自己却一点都不这么认为。 其实, 迪英也明白大众对于儿子的看法, 会对他的未来道路产生影响, 所以孙安佐一出狱, 就被迪英带着参加各种慈善活动, 参加综艺, 希望能在娱乐圈中刷脸, 试图建立一个好的人设。 2020年10月20日深夜, 媒体传出噩耗, 20日清晨, 迪英的母亲迎病去世, 向年87岁。 对迪英而言, 母亲一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支柱。 桑母后迪英哀痛难平直言, 我的心好痛, 这两年家里的事情太多了。 去年我小弟肝癌晚期过世, 事情就一件接一件, 我真的好难过。 迪英的母亲晚年医生是病, 当年4月的时候, 医生就曾对迪英的母亲发出过病危通知书, 当时迪英还贵求老天爷, 愿执受10年换母亲活着。 不过神死有命, 最终迪英的妈妈还是离开了人世。 之后迪英在娱乐圈似乎低调了许多, 前段时间60岁的迪英突然在社交平台上, 倾诉将网友恶意攻击的无奈心境, 还自嘲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和过期艺人, 引起关注。 迪英深夜在社交账号上无预警的发文, 走心的写道, 经发现我做再多的功课, 再多的包容与爱, 都无法挽留所有的酸民内心的丑恶。 接着嘲讽自己, 我才发现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家庭主妇, 兼过气的一言而已。 既然如此, 我又何必累自己呢? 画风一转, 迪英打起精神, 正面的写道, 真心希望大家都好, 祝全天下都平安。 许多网友见证, 纷纷涌涌涌, 游人去鼓舞, 加油,喜欢你的人还有很多哦, 例如我, 请多爱自己一点就不为过。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迪英第一次被酸民言语攻击。 自从儿子孙安佐2018年在美国捅了大娄子, 迪英的社交账号下就经常被酸民留言漫码。 闭关两年才重启, 如今迪英放下生诞还进行了自嘲,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看得出来, 孙鹏作为父亲本身就没有给儿子树了一个好的榜样。 而迪英也是教祖无方, 希望未来他们夫妻可以好好地反思。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